一早七點多 這名穿羽絨服的男子 一上門開口就要借錢 說妹妹騎車跌倒了 人在急診室 但他不只向這戶人家借錢 那邊那一間 還有那間第一間 總共說他一生公大學 對嗎 菜人燒賣來門線路那邊倒這樣 假聲大聲都會騎著機車 在住宅區亂竄 光是這一區 就有不少人被他借錢 男子四處要錢 但這畫面似乘相似 同樣在安南區 去年12月的18、19號 就有民眾也被借錢 當時男子戴黑色安全帽 灰白色圍巾 穿著藍色羽絨服 還有黑色手套和黑色長褲 還背了一個黑色的側背包 裝扮完全一模一樣 原來這名台南賈臣大哥又來了 有啦 我還有 好像還有200塊照顧的 你照顧200塊 說要急用我就拿200塊給他 有的被騙過一次的 對男子早有了戒心 但他老兄記性可能不太好 忘了這裡他已經騙過了 36歲的零星男子是台南人 平時假冒成大學生四處騙錢 一下說自己是高雄人 跨個區又變成了台北人 一開始說是自摔要借保證金 到後面地裡面 每車禍都出來了 行蹤遍佈台南中西區 北區還有安南區 你怎麼會報警 沒有啦 我也是有提供的 人家 人家講那個 人家問到那邊這樣 因為男子要的錢不多 大部分民眾沒有報警 在沒有被害人狀況之下 警方無法施展 而早在去年七月跟十月 警方就成一詐欺罪 將男子送辦 不過嫌犯也認罪 但因為金額不高 遭不到羈押程度 很快就被放出來 讓他根本沒受到教訓 只能呼籲受騙的民眾 不要姑息之外 也要小心類似詐騙 避免愛心遭到濫用